扫码即可下载 相信小伙伴们来到了美国就会发现 美国人的食物真的是太好凑合了 能算上精致的不多 最经常被cue到的就是牛排了 今天的视频小编给大家整理了 美国最实惠最受欢迎的 最贵的以及最有名气的牛排店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牛排店之最 把牛排吃出花来吧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人均最贵的牛排店 1.Cut by Wolfgang Park 拉斯维加斯店 人均117美元 明星大厨Wolfgang Park旗下的Cut 可以说是美国最贵价的牛排店的代表 拉斯维加斯的这家位于威尼斯人旁边 整体装修风格非常大气 灯光暖黄略昏暗 让人有种放松下来的感觉 餐厅的墙上挂了很多来用过餐的明星们的照片 小编觉得和咱们中国餐厅经常放的明星合照 是差不多的意思 除了明星的光临和明星主厨的加持 他家用的牛肉也都是美国最顶级的 而且还有专门从日本进口来的顶级和牛 牛肉的品质有保障了 味道就不会太差 Trip at Weather的用户这么写道 我对牛排非常挑剔 只吃瘦肉的部分 Cut的菲利牛排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感觉烹制的刚好 瘦肉在嘴里也有种融化了的感觉 B点推荐 2.Mastros 纽约店 人均100美元 1999年创立的Mastros 至今为止在全世界已经有13家分店 它以豪华的装修风格以及出色的服务而出名 虽然Mastros的牛排和大多数贵价牛排店一样 是选用了USDA评级最高的Prime 湿式熟成牛肉 湿式熟成是指牛肉在真空密封包装内熟成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肉的水分和营养 牛肉吃起来非常多汁 除了牛排 Mastros的海鲜 比如帝王蟹腿 鱼子酱 石蚌蟹 干贝等 也非常新鲜可口 小伙伴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试看 必点推荐 最受欢迎又实惠的牛排店 1.Texas Roadhouse 还记得Dior Moon TV之前发布的 五家口碑牛排店的视频吗 小编看到评论区里 喜欢Texas Roadhouse的小伙伴真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说最实惠的牛排店 Texas Roadhouse一定要排第一位 松软又热腾腾的餐前小面包 加上无限量大桶花生什么的 真的太爱了 他家的牛排也是有很多种选择 USDA认证的顶级牛排 在这里也可以吃得到 必点推荐 2.Ruth's Craze 最佳店的装潢风格 比Texas Roadhouse要显得高大上多了 可能会有小伙伴觉得它虽然是好吃 但是不够实惠 我们来看看 他家16盎司的USDA Prime New York Strip 大约是47美元 16盎司的牛排 够情侣两个人吃得很饱了 而且还是顶级的牛肉品质 想想就觉得划算多了 这里还有一个超吸引人的Happy Hour 只要9美元 你就能吃到Prime Burger Crab Bennett's和Steak Sandwich 这些任你选 9美元就可以在牛排店饱餐一顿 简直是太划算了 关于Happy Hour的具体信息 大家可以在视频结束后 看信息栏里的链接 B点推荐 最拉风的牛排店 1. 撒盐哥的牛排店 说到拉风 就一定要提到宏极意识的撒盐哥了 他怪异厄奴的兰花纸撒盐动作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撒盐哥的牛排店在美国有两家分店 分别在曼阿密和纽约 据说能让撒盐哥亲领撒盐的牛排 一块要贵到130美元 而且经过撒盐哥的撒撒切切 牛排不仅没有变得好吃 反而因为等待变得温度不够 味道也更咸了 那究竟值不值得花大价钱 一读网红撒盐哥的风采呢 大家还得看自己的心情和运气了 B点推荐 能赶上撒盐哥的牛排 当然是最有意思 130美元左右 如果不能的话 也没必要特意去 2. Peter Luger Peter Luger是家百年牛排老店 拥有米其林一星 之所以他在咱们最拉风的牛排店中 是因为他连续30年 被ZGAP评为纽约最佳牛排店 30年 身边的一切都在变 唯有Peter Luger牛排品质没有变 由于他家实在是太太太出名了 所以真的很难定到位置 建议想要去的小伙伴们 提前一周就要电话预约 不然可能真的连门都进不去 Peter Luger的招牌不仅仅是牛排 好多博主都在推荐他家的厚切培根 热腾腾的厚培根 外酥里嫩 脆脆的外壳 再配上软软的肉油 真的是未来的享受 B点推荐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美国牛排店之最 如果正好有你所在的城市的牛排店 不妨去尝尝看 和大家分享你的体验 你吃过的最好吃的 或者最拉风的牛排店是什么呢 推荐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和我们分享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点个赞并分享给小伙伴们 别忘了关注我们 下期见 拜拜 拜拜